陆学者 陆主任兼教授贝旦宁表示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将的国家 但北韩的问题不可能由美国单独来解决 美国必须释出他们在东亚的区的领导地位 贝旦宁今天已迈向由中国与印度领军的亚洲区域秩序未提演讲 他指出 中国是东亚的区的大国 而另一个大国印度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美国必须找到跟中国 印度一个好的相处方式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建立强大的互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 中国跟印度已经成为彼此很大的贸易的伙伴 虽然经贸仍是比较脆弱的互惠关系 但这两国都有古老的文明而互相学习 可以从脆弱的互惠关系转型到强大的互惠关系 贝旦宁表示 在过往的中国跟印度都认为各国家之间是存在阶级的 一个是弱势的互惠 以自我利益为主 两国做朋友可能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存在住户会关系 这样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 当其中一个国家发现这样的利益已经没有根据或是未来 它就可以选择退出 贝旦宁说 美国川普政府就是如此 他跟比较弱小的国家的贸易协定 对美国来说不有利了 所以就要求来重新协商 而所谓强大的互惠关系 贝旦宁说 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止从自我利益的观点 而是他们拥有命运共同体也有共同价值 同时能够尊重两者各不同根差异 他们也想互相学习对方的历史跟文化 英美关系就是如此 贝旦宁举例 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本恶 但认为人性是可以向上提升的 透过李的熏陶跟培养以及与其他人的相处 荀子认为有权力的人应该要比较无私 去照顾弱势的人 他把这样的理念运用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大国跟小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应该让小国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比较强大的互惠关系 贝旦宁认为 特别是东亚的区 中国是大国 他就有额外的责任去照顾小国的利益 中国跟邻国关系过去有一些敌对的关系存在 如何去改变 如何获得他国的信任 在荀子的观念里 要以李相待及尊重其他国家 我们就可以从脆弱互惠关系 转型到强大的互惠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型到强大的互惠关系 转型到强大的互惠关系